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下今天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de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因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de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 2023 即可500港幣訂閱《華爾街日報》一年會籍 又為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沙烏地考慮中國對其核電站的成建競標,直指向美國施壓 據沙烏地知情官員稱,沙烏地正考慮中國對其核電站項目的成建競標 此舉只在向拜登 政府施壓 迫使其在美國幫助沙烏地發展核能項目的條件上作出讓步 美國已表示,對沙烏地的核項目援助前提示 沙烏地同意不在境內進行游農縮活動或開遊郭 中國並不尋求對沙烏地開出這些防擴散條件 中國已再設法加強在中東的影響力,這令華盛頓方面感到不安 沙烏地已要求美國幫助其發展一個民用核項目,將此作為一項潛在協議的一部分 該協議將涉及沙烏地與以色列外交關係正常化 目前利亞德方面不承認以色列 在此類協議中,沙烏地還將要求美國為其提供安全保障 以色列以及華盛頓的一些官員和議員擔心 沙烏地發展核能項目的目標,可能為利亞德方面發展核武器、鋪平道路 上述官員表示,國有企業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 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簡稱 中核集團已投標在沙烏地東部省建造一座電站 地點靠近沙烏地與卡塔爾和阿聯酋的邊境 沙烏地官員承認,與中國探討此事 是促使拜登政府在防擴散要求上作出妥協的一種方式 沙烏地官員表示,他們傾向於聘請韓國電力 Korea Electric Guard 015760 S來建造該貨電站的反應堆,並吸收美國的運營專長 但不願接受華盛頓一般而言會提出的防擴散要求 沙烏地官員稱,如果與美國的談判 最終失敗 沙烏地王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 Mohemney Ben Salmon 準備很快與中核集團合作 卡內基國際禍平研究院 Karneke and Domain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專門研究中東能源問題的非常駐研究員 Juston Duggen 語 中國很可能不會提出同樣的防擴散要求 從而成為對沙烏地更有利的合作伙伴 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將在嚴格遵守 國際防擴散義務的前提下,繼續與沙烏地在民用核能領運開展合作 中核集團沒有回應自憑請求 對於曾經堅定地站在美國陣營的沙烏地王國來說 繼續推進中方的競標,將標誌著 該國在地緣政治方面又一次轉向中國 為其他國家建造反應堆在本質上具有地緣政治意義 因為他將參與其中的國家與高昂的長期合同緊密聯繫再一起 中核集團前董事長孫勤曾將此類交易比作百年分一 從最初的討論到簽署協議 再到核電站的建設,維護和退役都非常好使 中國是沙烏地最大的石油買家和最大的貿易夥伴 北京方面,今年促成了沙烏地和伊朗關係正常化的協議 華爾加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曾報道 中國幫助利亞德建造自己的彈道飛彈 並幫助沙烏地建造重油礦西中提取油黃餅的設施 這是濃縮油的第一步 沙烏地政府表示正與中國合作陷探油礦 但華爾加日報披露的資訊引起了美國 和其盟友官員的擔憂 他們認為利亞德方面仍保留著發展核武器的選項 能完成公司Energy Intelligence Day 稱 即使中國贏下項目的希望不大 但如果沙烏地想吹速華盛頓決策者 現在快解決韓國電力與西屋電器公司 與Estinghouse Electric之間的問題 或者偏於在與以色列的交易上討價還價 沙烏地仍可能將綜合集團作為一個選項 不過沙烏地官員表示 沙烏地也是美國武器的最大買家 並希望繼續牢牢處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 就美撒爾關係達成廣泛協議 將鞏固者為沙烏地皇柱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地位 美國官員對於沙烏地就奇核計劃與中國接觸 幾乎沒有表示任何擔憂 不過他們以斯亞利亞德方面限制與中國的軍事合作 拜登政府深信 美國在運營和監管方面的尊長 由於中國所能提供的沙烏地與勁標者的討論一再延期 目前預計商談至少將持續到今年年底 上述官員稱 中國的出價比韓國電力和法國電力 這兩家競爭對手低了至少百分之二十 因此對沙烏地很有吸引力 沙烏地官員表示 他們認為韓國電力的反應對和美國管理是最優秀的 韓國電力與西屋電器之間的一張法律糾紛 阻礙了與美國的核討論 西屋電器聲稱 韓國電力的反應對含有西屋電器擁有的關鍵知識產權 這使得這家韓國公司的產品受到美國的出口管制 西屋電器和韓國電力沒有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 美國和沙烏地官員還在討論 讓沙烏地接受韓國競標 同時用西屋電器技術的可能性 美國可能會放鬆對相關銷售的出口管制 目前尚未達成協議 此外,白宮還對中東地區的核擴散問題表示擔憂 但正在尋找一項涉及美國技術的解決方案 本週二,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Jake Sullivan對記者表示 就合合作的所有複雜細節進行談判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就這寫討論的所有細節而言 我們環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而且這寫討論都是相當技術性的沙利文遂 作為沙烏地實際統治者的這位王柱 以將獲得活能列為優先事項 經過長達十年的核問題初商 沙烏地政力爭在2023年底前簽訂東部省核電站 Durain的合同最終將建造16個反應堆 好知約800億至1000億美元 Durain核電站由兩個反應堆組成 裝機容量為2.8吉亞 沙烏地推動核能發展的動力 來自兩個潛在的生存問題 一是伊朗的核計劃 二是未來沙烏地的主要出口產品石油將不再那麼值錢 沙烏地官員稱 核電站將為日益增長的人口提供無排放的能源 並減少對燃油發電的依賴 進而可將省下的原油用於今天的出口 沙烏地人還擔心伊朗的核濃縮活動 沙烏地王柱月 如果伊朗發展核武器 沙烏地也要發展 沙烏地還與法國和俄羅斯就核能問題進行了討論 但沙烏地官員表示 他們懷疑法國的交付能力 並且他們對與俄羅斯合作有制裁方面的顧慮 聯合國原子能機構 已向沙烏地施壓 要求該國升級20世紀70年代的監督協議 允許對其核工作進行更多檢查 在美國的支持下 國際原子能機構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簡稱IEA長期以來 一直在推動所有國家通過全面保障協定 該協定為這家聯合國機構進入核設施 提供了更多便利 IEA曾多次表示 正在就此與沙烏地當局進行談判 根據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能源書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簡稱IEA的數據 全球至2017年初以來 開始建設的31座核反應堆中 有17座是俄羅斯設計的 10座是中國設計的 中國的核電公司 大多以將核電站的設計和組件本土化 不易受到美國可能實施的制裁的影響 中國料仍將不會反對沙烏地 開自己的油並將其燒往國外 而這正是沙烏地與美國的一個分歧點 沙烏地希望在2030年前發展大型擴業 並擁有足夠大的油控廠來實現商業化 美國正在向沙烏地施壓 要求沙烏地約束與中國的關係 以此作為向沙烏地提供和幫助的協議的一部分 針對美國就沙烏地與中國關係的關節 沙烏地外交大神發意汗 非十邊發行在今年6月進行了淡化處理 稱沙烏地希望美國成為核電站的競標者之一 我認為夥伴關係已經讓我們和中國都受益良多 而且合作很可能會增強 下月我們與美國仍然保持著很好的安全夥伴關係 因此我認為這並非靈和博弈 在以色列掀起的一場討論使相關會談複雜化 討論的主題為是否接受沙烏地提出的 允許在沙烏地國內開展油龍叔活動的要求 以色列反對派領導人拉皮特 以阿拉皮特周一告訴以色列陸軍電台Miradio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他們開始在中東地區開展農叔遊活動 那麼人人都會想要這樣做 以色列戰略事務部部長 是以色列與華盛頓方面之間的一個關鍵中間人 他上週六接受美國公共廣播公司GBS仿時稱 沙烏地或許會找到中國或法國 來幫助打造本土涉核濃縮項目 因此最好讓美國參與進來 美國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 另一宗新聞 生成式AI有望帶來經濟變革 但如何應對職場衝擊將時關鍵 生成式人工智能EI和機器學習技術的潛在 不觀經濟效益驚人 可比堅推動了工業革命或資訊時代的變革性技術 日社分析預計在廣泛應用十年後 生成式AI有望使美國的生產力增速提高一倍 並令全球經濟產出每年增加數兆美元 不過 這種顛覆性的創新 吸積牆帶來的微觀經濟衝擊要更為複雜 過去幾十年 工廠或倉庫的機器人已經蠶食了一些人的工作 而業門CheckGPT應用背後的這一技術 將從索二百萬計 薪酬水平較高的勞動者手中奪走更多工作任務 所謂的知識型工作者和百領專業人士 這次將感受到更多痛苦 生成式篩算法 已經能夠或預計很快將能夠閱讀商業 醫學和法律文件 並歸納總結出要點 AI初創公司正開發聊天機器人以及文本 計算機代碼、圖像、影片、設計、語音和音樂生成器 插圖畫家、醫護工作者、演員、教育工作者、法律研究人員 辦公室工作人員和製約公司技術人員 可能是最先受到這種新AI形式威脅的職業 因此 歸根結底 問題在於在AI驅動的新經濟中 被AI取代的熟練工是否能找到類似的工作 或者他們是否會被安排去從事經濟價值較低的工作 人們應該思考什麼事機遇、什麼事風險、目之所及 我們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 我們不會沒有工作 研究勞動力市場影響和技術變格的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經濟學教授David A. Jotter 月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會擁有哪些使用稀缺技能的、能體現人類價值的工作 或者是否會從事更卑微的工作 量身訂製的AI技術 一切專業人士已經發現自己與AI發生了衝突 在好來戶 演員工會罷工的部分原因是 數字複製品曬的一種形式帶來的威脅 以及電影公司有可能在演員本人不在場 或未驚奇同意的情況下製作娛樂節目 並且不為此對演員進行補償 美國演員工會表示 電影公司可以從這些複製品中獲利 而演員卻無法控制自己的形象或創作產出 美國演員工會 SEFTRA 的首席談判代表 Duncan Crabtree Island 語 我們看到了這種可能性的到來 必須要有防範措施 與此同時 其他行業的公司 再用適合本公司生產活動的生成式AI 或者再考慮如何應用製約公司 Dios-尼康-AstraZeneca 負責數據科學和AI的副總裁 Jim Weatherall 語 該公司使用生成式AI 或某種形式的生成式AI 已有數年之久 曾經生物學家 一度可以把所有可獲得的科學文獻都讀完 Weatherall 稱 顯然 在海量資訊的情況下 你現在做不到這一點 Weatherall 說 生成式AI使得研究人員能夠智能地查詢資訊 設想中它或許能再進一步 吸出藥物研發空白領活的建議 生成式篩算法 還可以加快發現新藥物分子的速度 找到正確的藥物分子 可能要經過成千上萬次的替代 Weatherall 月在AI的幫助下 化學家可能只需要參與這種分子開發的 最後一英雷 AI改變了遊戲 因為跌代可以說成本很低 Weatherall 月 你可以在數小時或數天內 完成五百或五十萬次跌代 市場情報公司Eversense 首席執行官Jack Coco 月 他的公司在現有的金融民建搜尋引擎上 添加了一個生成式AI工具 這個生產品名為Smart Summaries Coco 表示 這款工具可以把財務民建的要點總結出來 這種工作原本更多是由初級分析師或專業人員 來手動完成的生成式AI的一個問題是 存在所謂的AI幻覺 即AI會得出有缺陷的或錯誤的結論 AlphaSense 表示 該公司已經取了預防該問題的手段 部分解決方法是連結到基礎數據 並訓練Smart Summers去訪問那些可靠的業務內容 與此同時 摩根史丹尼、摩根史丹尼、摩根史丹尼、MS 也開發了一款生成式AI工具 使數以千計的員工能夠查詢10萬份公司內部文件來尋找答案 摩根史丹尼表示 這款工具的目標是想讓顧問們能騰出時間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比如與客戶溝通 他們可以使用該工具查詢某隻股票的研究報告 摩根史丹尼、某個產品的優點或如何開設個人退休帳戶 摩根史丹尼的這款A工具 會閱讀10萬份文件中有關被問主題的文本內容 並總結出答案 摩根史丹尼使用員工提出的數以千計的問題 對該AI工具進行了測試 然後由員工對答案進行評分 以幫助訓練該工具從大局看 麥肯陽全球研究院 MC 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在今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對數百種職業的工作任務進行了分析 以判斷者寫工作使用生成式AI會有怎樣的自動化潛力 該報告估計 生成式AI帶來的75%價值可能集中在4個領運 客戶服務、市場營銷和銷售、軟體工程以及研發 這份報告指出 生成式AI可以與客戶互動 為市場營銷和銷售 開發出創意內容 並根據自然語言提示來編寫計算機代碼 麥肯陽全球研究院的合夥人 該報告的合著者Michael Quijer 你可以看看有多少人的工作有可能實現自動化 然後對從勞動力中被騰出和重新利用的時間做出假設 麥肯陽的研究估計 生成式AI可能每年為全球增加相當於2.6兆至4.4兆美元的產出 這個數字與英國GDP水平大致相當 告成Gornman Sachs在今年7月發布的另一份報告中估計 廣泛用10年後 生成式AI可能令美國的年勞動生產率增長欄提高1.5個百分點 這份標題為生成式AI、炒作還是真正的變革 Generative AI、Hype or Truly Transformative 的報告指出 隨著AI技術的發展 美國有25%的工作在未來可能會逐步自動化 假設每週工作時間為40小時 這1.5個百分點將相當於多出36分鐘的工作時長 告成Gornman Sachs的資深全球經濟學家Joseph Griggs 在該報告中寫道 這種幅度的提振將使美國近期生產率增速增加大約一倍 將大致相當於電機、個人電腦等之前的變革性技術出現後構成的提振幅度 目的分析Moodies Analytics 的首席經濟學家Mark Sundy 表示 告成所說的這種生產率提升相當於每年4千億美元到6千億美元 與化工或工用事業行業目前的產出差不多 從長遠看 可以肯定的是 生成式AI及相關技術的變革性影響不會一觸而就 告成稱 生產率的這種提升在未來10年間未必一定會實現 麻省理工學院DeOcter 表示 生成式AI還處於早期階段 遊戲才剛剛開始 他月就奇料將給生產率帶來的好處而言 沒有什麼事板上釘釘的生成式AI可能帶來這些好處 卻也可能要動積牆 而又無法帶來足夠大的益處 麥肯陽全球研究院的窺說 生成式AI顯然有利有弊 對於那些最有能力使用這些技術的員工來說 該技術將賦予他們超能力 這是令人興奮的部分 但與此同時 具有挑戰性的一點是 AI將徹底顛覆人們所做的工作 因此 這也是困難的部分 總部位於紐約州泛明頓的 Lanus Express的經驗 顯示了 AI在企業環境中的使用是如何激增的 這家擁有一千名員工的全國卡車運輸公司 正在利用AI監控攝像機畫面 以提醒該公司路上卡車的潛在安全問題 該公司共同所有人 Kent Johnson 語 讓員工監控700輛卡車的影片 是沒法管理的 而是只會向我們發送 我們需要看到的東西 Johnson 目前正在考慮使用這個工具 來協助物流為特定貨物分配最佳的卡車和司機 現在這項工作由人工完成 不過 Johnson 認為 簡單的物流規劃 可以讓AI來造 員工則可以處理特殊或更複雜的情況 我們目前說沒有做出決定 我們已經進行了一些產品演示 Johnson 語 至於員工會如何接受 他說總會有人反對 我認為Size 一種增長催化劑 而不是人工替代品